男生的时间问题总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焦虑 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的私信来问一些关于自己的时间的问题 于是今天我找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注乔老师很久了就想问一下 以前年轻的时候亲密的时间都会很长 中间有几年是没有女朋友的 有过自娱自乐 但是呢并不多 现在呢已经26岁了 跟女朋友亲密之前呢脑子里面就会瞎想 觉得自己的每次的时间都很短 结果也确实就是很短 只能够维持三到五分钟 那请问怎么样可以克服一下呢 其实啊一个男人的时间长短呢 和自己的身体素质 谁发生行为 以及发生行为的时候自己的心情状态精神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乔老师觉得你最开始呢你要做的就是从你不再瞎想开始 在每次亲密过后呢你自己可以想一想在这次亲密的时候呢 自己拿一点是做的比较好的 久而久吃的话呢其实你会有更加的自信 你对性的感受呢也会更加的偏向于积极一点 从而慢慢的就会改变你那种喜欢瞎想的习惯 那么自然的你在亲密的时候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生活习惯 有了问题可以尝试着健身啊 合理的膳食啊 调整坐席啊 等等来进行改善 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些性知识性方面 性技巧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 那这个的话呢就欢迎你来找我们来学习了 科学谈心关注我吧